人类制表业执行的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标准 是为了保护日内瓦产区的钟表 而不是保护瑞士的这个钟表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大名经典的康老师啊 业界人称康康 这期有一个网友问 这个PP印记和日内瓦印记 它的恩怨情仇是什么 带着感情色彩呢 因为在2009年之前这不是一个问题 2009年之前百大菲利是这个 拥有日内瓦印记比例最高的品牌 因为百大菲利有一些是实影表 就非常小比例的实影表 除此以外 所有的百大菲利的机械表 都拥有这个日内瓦印记 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百大菲利几乎就是日内瓦印记的代名词 那么日内瓦印记诞生呢 我简单回顾一下它的这个背景 因为中国人理解瑞士呢 是一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瑞士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有这个27个州 别看那么小的面积 27个州 其中呢 日内瓦地区 长期不是瑞士的联邦州 日内瓦进入瑞士版图 是1819年的事情 回忆一下 有一个叫江士丹顿的品牌 它是哪年这个创建的 它是1755年创建的 就换句话说 江士丹顿创建的时候 日内瓦还是像今天摩纳哥一样的 一个独立的大公国 还不是瑞士的一部分 所以江士丹顿在刚创始的时候 是日内瓦钟表 而不是瑞士钟表 日内瓦这个产区 刘老师很重要的这个产区的理念 在整个瑞士制表业中 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所以呢 日内瓦的钟表品牌 为了强调我是日内瓦的 而不是泛指瑞士的 制定了一个排他性的高级钟表制造的准则 当时总结是12条 反正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经常的有变化 早年间我脑子好的时候也背过 非常难背 后来也不背了 总之它代表着 人类制表业执行的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标准 是为了保护日内瓦产地 日内瓦产区的钟表 而不是保护瑞士的这个钟表 所以呢 这个条款里面有排他性的一个要求 就是想拥有这个印记的钟表品牌 你必须一间纯规模的工作室是要建在现在的日内瓦州范围之内 那么早年间就是日内瓦大公国范围内 你才能够拥有这个印记 瑞士其他产区的这个钟表品牌 如果没在日内瓦有自己的吞制机构 就得不到这样的印记 结果呢 瑞士其他产区的包括法国的钟表 为了得到这个印记 想出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像卡地亚法国的珠宝钟表品牌 在日内瓦设立了自己的机构 然后拥有了这个印记 路易威登也拥有了这个印记 肖邦也拥有了这个印记 然后后来呢 罗杰杜比嘛 因为罗杰杜比跟百达斐力有很深厚的渊源 罗杰杜比大师原来就是百达斐力的员工 这时候呢 百达斐力觉得我在全系拥有这么多的印记 好像也不能代表说我的这个YYDS的这个地位 其实也是因为百达斐力的某些表款 搬到了日内瓦以外的产区生产 所以呢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百达斐力创建了自己的双P印记 当时介绍说双P印记与日内瓦印记有什么区别 在各手日内瓦印记所有准则的前提下 还提出了对于表款售后服务的很多充满细节的 非常高标准的要求 形成了PP印记的标准 当然呢 我没有去仔细研读过PP印记的这个条款 但是09年百达斐力退出日内瓦印记 执行这个PP印记呢 我总结叫做厂家标准 零价与行业标准的一个范例 当一个品牌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自己厂家的这个标准 就可以凌驾于行业的标准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当百达斐力09年退出了这个日内瓦印记以后 市场上拥有日内瓦印记产品比例数最高的品牌 变成了哪家呢 就变成了罗杰杜比 因为罗杰杜比本身就是脱胎于百达斐力的这样一个指标企业 大家听明白了吗 刚才康老师讲的有些地方需要画重点 它的工艺准则上跟日内瓦印记是没有差别 但是百达斐力增加了它的售后服务的标准 所以它就超越了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标准 当然今天很多玩家还特别乐意于去找 拥有日内瓦印记的百达斐力的表 虽然最年轻的拥有日内瓦印记的百达斐力的表 也得有个十年以上的表明 因为是09年百达斐力退出的 但是拥有日内瓦印记的百达斐力表 确实是越来越少 不会再增加 因为退出了嘛 就只有存饰着这些 随着这个新表越生产越多 那肯定拥有日内瓦印记的表的比例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稀少 对这些讲收藏百达斐力的人 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比如说是重点收藏有日内瓦印记的 还是说既然都一样 我就不太在乎就行了 我觉得还是收藏自己喜欢的表款 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印记 OK 因为这里我可以讲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我原来对日内瓦印记无比的崇敬 然后我总觉得就是一个那么唯美的机心 最后就是全都做完了 检测完了以后 很荣耀的 凿一个印记上去 完成这个机心 从设计到制造到打磨到修饰到装配的一系列的工作 结果到我真的去参观百达斐力工厂的时候 发现那个印记是预先在加板的预制的板材上就已经打好的 因为这个特别好理解 你这个机心全做好了 凿那一下的机心就坏了 所有的零件就都变形了 那么百达斐力强调说 我制造就是按照印记的标准去制造的 所以我可以先把印记打上 然后再去进行切割打磨修饰 大家就惯性的想法非常的不一样 当然就像现在开始在行业内流行的麦塔斯认证 麦塔斯认证也是这样 就是你达到这个标准以后工厂里可以贴一个相应的标 然后由麦塔斯的人员进行抽检 抽检就可以了 对 康老师讲的一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瑞士万表 不管是来自日内瓦的百代斐力 罗杰杜比 还是来自其他产区的品牌 比尔地区的劳力士 欧米加什么的 有一个很深重的了解 好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以后收集大家的问题 我们希望还有机会能请康老师给我们接拉 谢谢康老师 谢谢 B站的朋友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 YouTube上的朋友订阅我们的账号 谢谢 再见